欢迎收看汉天卫视新冠疫情特别节目 我是主持人子彤 新冠肺炎病毒在全球两百多个国家蔓延 新增病例数字 死亡人数时刻都在发生着变化 令人触目惊心 人类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和挑战 截至到结稿时间 美国确诊病例为1132万9592人 死亡人数为25万1368人 加州确诊病例为103万3473人 死亡人数为18273人 全球确诊病例已高达5509万9962人 死亡人数为132万9757人 我们再来看南加州的最新疫情数据情况 洛杉矶线截至到结稿时间 累计感染人数为33万9560人 死亡总人数为7269人 华人区居住地带感染数据分别为 阿汉堡1585人 阿克里亚654人 艾尔蒙蒙蒙5384人 蒙翠帕1155人 罗斯米1088人 San Gabriel826人 城县累计感染人数达到65605人 死亡人数为1526人 圣地亚哥感染确诊人数为64768人 死亡人数为926人 河滨县确诊人数为74180人 死亡人数为1367人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国际新闻 中国和其他14个国家 星期天11月15日 签署协议组成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贸易联盟 该联盟将囊括全世界经济活动的将近三分之一 并使许多亚太地区的人们希望 它有助于经济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大流行的打击下加速恢复 这个贸易联盟的正式名称是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RCEP 其签署国包括在越南首都开会的东南亚国家联盟 10个国家 以及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中国 韩国 日本 澳大利亚 新西兰 但不包括美国 路透社报道说 就华盛顿跟亚洲地区的关系而言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可能会进一步强化中国与东南亚 日本 韩国的经济伙伴关系 从而是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出于更有利的地位 抑制贸易趋制的规则 美联社报道说 这一协议蕴含着有利的象征性意义 显示美国总统川普推行其美国优先的政策 跟其他国家分别达成贸易协议 但亚太地区国家依然致力于多国联合谋求 被认为是有助于未来繁荣的自由贸易 经过八年谈判达成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议是东盟在越南首都河内召开峰会期间签署的 协议签署仪式通过网络视频方式进行 中国总理李克强参加了签署仪式 东盟今年的轮值主席越南总理阮春福说 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谈判完成 这一世界规模最大的贸易协定将发出一个强有力的信号 凸显出在支持多边贸易体系 创造区域新的贸易结构 支持可持续的贸易方便化 给疫情打断的供应链重新注入活力 协助疫情后的经济复苏等方面 东盟所发挥的领导作用 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谈判期间 美国前奥巴马政府与包括越南 韩国 日本 新西兰 澳大利亚在内的亚太地区 其他十个国家进行了谈判 基本上达成了包括环境和劳工规定 在内范围更为广泛的环太平洋贸易协议 但力主美国优先的川普 在2017年就任美国总统之后不久 以该协议有损美国利益为由退出了干协议 亚洲大国世界人口第二大国印度先前也参加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谈判 但后来撤出了谈判 理由是随着该伙伴关系协议的实行 来自中国的廉价产品可以在印度市场倾销 将导致印度经济受损 在星期天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峰会举行之前 日本首相菅义伟说日本政府支持扩大自由与公平的贸易经济区域 包括支持印度未来可能返回这一伙伴关系协议 并希望其他国家支持日本的立场 新西兰总理阿德恩星期一11月16日表示 对自己国家的产品安全有信心 相信新西兰出口的牛肉制品没有携带新冠病毒 此前中国山东省济南市本周末据称从巴西 玻里维亚以及新西兰进口的牛肉及牛肚包装上发现了新冠病毒 阿德恩星期一下午对媒体表示 他还没有从中国有关部门得到相关的通知 但一定要将新西兰还有新冠病毒的问题查个水落是出 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在记者会上还表示 查清楚新西兰冷冻牛肉检测出新冠病毒 他说这对于新西兰而言直观重要 由于基本上已经没有新冠病例 我们相信我们出口的产品不会有丝毫的新冠病毒的踪影 新西兰成功的两度消除社区感染 目前感染病例只有58例 全部处于隔离状态 星期一没有新的社区感染病例 有人担心有关新西兰出口中国冷冻牛肉 含新冠病毒的报道可能会对该国的肉类出口产生严重影响 中国官方数据显示 2019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新西兰牛肉最大出口国 2019年新西兰对中国牛肉出口比上一年增长了112% 达到11亿美元 对美国牛肉出口下降到20%至6.2亿美元 几乎与此同时 中国官方媒体报道 中国河南省郑州市和陕西省西安市 11月13日和11月14日先后报告 阿甘廷进口冷冻猪肉外邦庄 有核酸检测呈阳性 其中郑州检测出来的阳性样品来自山东青岛一家冷库 目前还不清楚这两个城市的问题冷冻猪肉是否有关联 路透社星期一消息 济南市有关部门星期天表示 问题牛肉是由国泰国际集团的一个部门和上海中立贸易发展有限公司进口的 并通过上海的港口入境 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 今年6月据称从挪威进口的三文鱼发现新冠病毒以来 中国加大了对冷冻食品的检测能力 而世卫组织表示 从冷冻食品中感染新冠肺炎的风险很低 上星期中国也在山东和江苏的阿甘廷牛肉包装上 以及在武汉的巴西牛肉包装上发现了冠状病毒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牛肉进口国 另外中国内蒙古地区的包头市表示 他们11月11日获悉天津市确诊无症状感染者接触过的一批次 法国进口冷冻猪肉产品进入包头市 购入这批猪肉的公司 据报已对某产品和车辆进行了消毒处理 英国官员周日说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 在被告知与一名新冠病毒检测成阳性的人接触后 正在自我隔离 首相办公室的一份声明说 他将继续在唐宁街工作 包括领导政府应对新冠病毒的大流行 声明补充说约翰逊很好 没有任何新冠病毒的症状 约翰逊星期四会见了一小群议员约半小时 其中一人随后出现了新冠病毒的症状 检测呈阳性 周日约翰逊接到了国家卫生检测局和追踪系统的通知 并告诉他 由于会议时间等因素 他应该自我隔离 官员们说 他们将与议会当局讨论约翰逊如何远程参与议会事务 他们还说 他计划在他自我隔离期间继续对这个国家发表讲话 首相办公室的声明没有说明约翰逊计划隔离多久 但英国卫生当局的指导是 任何被实验和追踪系统通知的人都应该隔离14天 今年4月 约翰逊感染新冠病毒后 在重症监护病房住院治疗 在重症监护病房住院